在交大運的前一年 或當年 都會比較帥 但是沒關係啦 你已經去年也知道了 我已經快要交大運了 就安然度過就沒事了 不要太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那一個人不要做太大的病毒 比如說我要出國去玩了 我要幹嘛 因為我要交大運 我很衰 我怕我會出事 所以我要出國去玩 開在地面玩的告知就不開心 我如果沒有玩的話 我可能會不會有這個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老師請問一下 這個天板地板上 如果那個人當天 他不得不一定要出去的話 那他應該怎麼去防備一下那一天 開機門對調盤 把它解掉 上次有個案例啊 那個我們有個同學 他準備要出去到大陸去幫他步 步那個地步 就是那個風水 他不得不去 他已經接了個個案 後來他有請問就想看到什麼 訓功 訓功有試機型 結果就叫他帶三塊磚塊上飛機 怎麼可能三塊磚塊上飛機啊 為什麼不可以放那麼多 你也包括也會放三塊磚塊嗎 危險物品啊 你會被那個 要簡單下來 可是他就危險啊 三塊磚塊上飛機 可以不用上三塊磚塊 帶三個大小 上飛機還比較漂亮 大漢巧語就好了 大漢你覺得悟土嗎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啊 悟 悟就是土的意思 土 因為他碰到這個鬼 碰到這個鬼 結果他的續功 這個 心能鬼 情敦小盤是有個九宮嘛 對不對 這個外面呢 他呢 來了一個什麼 馬心 馬心那個在出國 飛嘛 馬心在出國 這邊碰到一個九天 像是叫他一樣出國 對不對 很準的咧 但是呢 居然這邊有個鬼 惟鬼合 這個呢 鬼 這個鬼下有釘 鬼下有釘就是藤舌腰腳 很危險嘛 而且鬼是什麼呢 人鬼在這個位置 叫做什麼 叫極形 惟 己 根 心 人鬼 你看這邊極形 所以你腫不掉啊 日干這邊是一個人 會 日干為鬼是代表他 這死 日干為鬼是代表他 他在這個位置 下面又一個釘 在燒他 你知道嗎 所以藤舌腰腳又激起 你能走啊 好危險 怎麼辦 用霧鬼來回 把它合掉 帶三塊穿一塊上去 為什麼三塊 迅功為三畢木 帶三塊 但是當時我認為的解法 根本不用帶上去 帶三隻陶骨大象 小的放在包包裡面就可以了 很好 所以你要靈活應用 我只是順道講一下 仔細老師大通寶 所以你們要來學青銀頓 所以剛剛說 天一轉殺怎麼辦 學青銀頓講 當下開場 九戒 九戒 他這個人有 啊 啊 頂舞 頂舞 頂舞再又有 算嗎 王 頂舞再又 是算嗎 頂一轉殺 一個客人 所以他從頂舞日要小心 他從頂舞日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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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那是哪一位啊 那個是 不是家人 不是我的客人 那個好好的 記住有這種事 對 聽你本招 你要講 青銀頓有LH 你也不行了對假 那是大學 他會有好嗎 怎麼大家都這麼厉害 好難 你起了對假 不會啦 用功都幾次好 沒有我先觸覺 我跟你講 真的 什麼學問都要用功 不用功 就全紅 用功就可以越來越無難 你不要到絕的地步 你不要到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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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如果這樣就不用啦 如果這樣就不用啦 老師喔 老師像你這樣 您常常說 我們講那些案例對不對 對 像您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 對 對 你剛剛說您做那個被壓的 對 甚至您出車禍那個那些 對 之前你處理過有關陰的事情 對 那我們平常平日的話 我們就每天要做什麼 做一些什麼routine的事 對 來能夠去化解這些不好的事情 對 平常每天如果要去 最重要的就是持咒 有一個咒很重要 叫做地藏的 地藏的滅定月真影 地藏的經理 滅定月真影 你要持這個咒很重要 這個咒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滅定月真影 它在消冤定在此 可能放冤定在你 你消完冤定在你以後 至於冤定在你最後 會跑來變成你的 什麼 變什麼 復法神 冤定在你以前 是我的冤定在你 我練的時候 我要請教父上 超度他 他也會回來 當我的復法神 你是不是就會越來越說 定位 這個很基本 因為冤定在你 我到時候會 到我群組裡面去 你到YouTube去找 我會用他群組 你就跟著他練 很簡單 很簡單 那個滅定月真 很簡單 公佛拉摩尼多利 很簡單 很簡單 我不是在教佛法的咒語 叫解法 就是稍微聽一下 老師 你處理過那個 就是你們兩個 發生車禍之前 沒有提前把他寫掉 你問的真的很難 只要能夠問問你 把我考倒的話 這是好問題 考不倒我 這不是好問題 很多問題都是 突然間發生了 因為現在是生命太久 生命太久 人家是怪的 所以就不得不處理 結果這個球已經通得很顯 就不得不處理 後來他就跟我講 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我說祖先 我是職業員 我說祖先 好 你已經講出來是祖先 所以我就帶你去 我就帶你去 處理 對 那個什麼地藏案那些嗎 沒有 當下就做了 還會去地藏案 不用我在車子裡面 他在隔空 他在他家 我在車子裡面 然後你現在靜下來 好 開始關牆 他在他家 這樣都當在做了 還會去地藏案 所以那個不好的 是不是覺得倩倩很辛苦 所以他們就有努力 也不是覺得他熱心 他很熱心 他很熱心 因為他出去要小心 你不要亂講 他蠻熱心的 是真的 雖然 親眼這個人 他有他的很強的一面 但是他也是蠻熱心的 我們這種 我們這一行 就是要幫人家 不免啊 免不了會有一點受傷 也肯定的 我從信家握回來的時候 整個臉都黑了 處理那個 人家辦公室裡面的鬼 兩隻鬼 一個女鬼是男鬼 還有那個人家房子裡面 那個 有個井 你知道嗎 房子裡面怎麼會有井 井是在外面啊 房子裡面居然有個井 而且那個井是四四方光的 走下去看到一個鐵盤 鐵皮蓋 蓋在上面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口井 可說可以掀開嗎 他說可以掀開 井是乾的 打開 好深啊 你覺得不見日光 那個銀盆就在裡面 有嗎 一打開 啪 衝上來 馬上就衝上來 好 回家 從新加坡 處理完事營後 回到台灣 一下飛機 有個世界來跟我們後面 整個臉 我一定整個臉都黑了 他說 老師你怎麼回事啊 你是去處理什麼 你怎麼整個臉都黑了 出事了 沒有老師 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怎樣去 恢復我們自己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 都會常常遇到 好 我先講一點 我們再繼續 來講他的問題 好 這個截煞 截煞 截煞 尤其的身體叫 呃鼻吼小傷的機率 截煞在命功 我現在講 截煞 如果是在你的命功 沒有截煞 你要注意 呃鼻吼小傷的機率 如果截煞沒有在你的命功裡面的話 這個不是問題 但是 當你在走截煞年的時候 呃鼻吼小傷的問題會跑出來 好 截煞 如果為席用神的話 這個人能力很強 能力很強 具有精神力 有擔當 若為計神 就是很獨裁的 容易遭到意外的 大運 流年逢生 走破財 還有什麼 遭小偷 大失財 我們以前講一個案例 在生命藝術的時候 講一個案例 他 大運走截煞 他流年又走截煞 那個人虧了兩億 你有影響嗎 有影響 後來往生了 大運走截煞 流年又走截煞 他就在去年往生了 今年 他在前臨 我往前臨 他前臨 他前臨往生 為什麼 因為他到澳門去讀 讀了很多錢 就是他大運走截煞 他流年又走到截煞 所以他跑不了 所以這邊會有什麼狀況呢 三命通貴 三命通貴 三命通貴也講 在始絕之地 如果在旺盛之地之 就有聰慧敏捷 才知過了 如果在始絕地之 則就修 就會獨派信眾 還有貪獨無情 所以他是奪獨無情 獨一獨 獨到最後人家來找人了 不然沒辦法 就怎麼樣 就制裁 他就在自己到余館裡面 也有制裁 然後就是他走截煞的時候 你看這 煞在始絕之地之 或已經其他兄弟的時候 有帶過走路歧途 始絕之地就是 你劫善於我 如果我們劫善於這個十二常生 十二常生 代理你的劫善在這一處 就是正如是死 這個是絕 像這樣 你的劫善於始絕之地 那就是不好 就是有個問題 那如果你的 這個上面就是始絕 你這個地方 一彎帶 一彎 那就這個結他這個好 就 就會變成怎樣 就會變成 變成具有的競爭能力 有的單上 不用去查使用神 就知道他是好 就先看這 你就先不要玩使用神 你就看這裡 他有沒有縫 他有沒有縫 這個地 這個地嗎 十二常生是旺 你這個十二常生 跟你這個配在一起 下面的大運 也會這樣 相同的 你看 你開始 你結他在害 對不對 那你上面不對那個十二常生嗎 結他在上面 十二常生對 靈關 在這裡 靈關 那你說還好 那就是還好 所以他就會過關 你 如果再死 絕就不好 就對了 洗絕就不好了 像你的結撒 這樣 結撒在這裡 跑上面看 地貌 當然還好 他就沒事 就比方說 他這個人不會貪得無業 你也不會貪得無業 如果他的結撒上面是有死絕 其實應該就是衰病死 衰病死都不會好 那如果有家天與貴人進來 會 就有幫助 有幫助 天與貴人 天的天樂 都會有幫助 福興貴人 都會有幫助他 因為這些都是貴人心 就會貪得無業 對 死瑜會貪得無業 齋煞 雪光之在 為吉兄之心 所居之地 與將心對衝 將心是好的嗎 又是結撒 順推的下一個地之 所以他也很兇 這個齋煞也很兇 又叫白虎煞 白虎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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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光 最近七煞同住 所以如果七煞和齋煞同住 就風生了 這個肯定就很危險了 齋煞和七煞會同住 那是固定的公式 所以看七煞有什麼 就是固定公式 這是一般人 不會摘三 七煞會同住 我們看情境表 看你是什麼 摘三 摘三 摘三來看 年資 比如說像我是五年生的 五年生我退下來 我的摘三是子 所以我有摘三 我的摘三是子 但是呢 我就是七煞和齋煞同住 所以我們覺得我好危險 所以我一直強調為什麼我在農曆十一月 都會有狀況 好 好 十個例子 十個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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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再加上一支一支 一支 是希望神絮座 那是這邊的 我們看到的 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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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密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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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密盤 定 紙對我來講是同陰陽 這是陰火對 這是陰水 對 這是陰水 對我來講是同陰陽 陰火陰水 是不是變成灰七煞 同陰陽是七煞 結果以那個來對 如果像我是五年出生 五年出生就要對下來 指數栽薩 所以在我這支就有栽薩 那如果在我這支就有栽薩 那如果在我這支就栽薩 栽薩和栽薩同住 老師你慢著說我沒聲音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什麼 七煞災煞同住公神 對不對 本帝太神 或大人連弘之主刀光 血災定災 惡情臣 臣傷水災火災混死 逃入之災 對不對 都很危險 每年逢十一月 我都每年都講 我每年逢十一月我稍微想起 很準吧 特別是什麼 哪一年 子年 子年 再過兩年了嘛 虛年太子 三年後 在這年 塑滑 但是那是老糞年 老糞年是不是又跟那個武蔥 老糞年根這個武蔥 是不是又跟這個 又重點 跟那個又形 至老形 又形那兩個 又跟這個蔥 又跟這個 Rose 最後西煞災災 又是什麼 最可怕是什麼 天戈和地蔥 最可怕天戈 假設子年是什麼 子年 所以怎麼辦 奇門遁甲開大學 帶三塊磚塊上飛機 當然也是用奇門遁甲 當然也是用別的東西來搏水 所以我有一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要用一般 我們在交發室裡面最高段的風水解法 第二個就是開奇門遁甲 看我哪一天想不開了 你就開奇門遁甲 想開了我就不用奇門遁甲 為什麼想開了 你也不用奇門遁甲 想開我就用一般風水 因為我知道怎麼用 想不開了 我覺得一般風水還是不夠力 想不開了 我再加一個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一看完以後我就會發現 原來這個公會裡面有三個東西 就在我家的西北方 我就到西北方去看 這個地方放了什麼東西 牆上有壁崖 我發現牆上有壁崖 我發現西北方剛好有一個電視在那邊 有熱水器 有電視 有燈 有音箱在那邊 合佛… 感谢观看